山城开拔 跟随大跋山奢水寻名 一路风雨啊 一草一木亲切相依 日出多么圣洁 朝摇着心底里的足迹 这世界繁华繁华 不如穿越生命中的自己 我最爱的生活 澎湃而不息 天空高原 摇动着大地的气息 倾听是美丽 浊浊同山千沟万和 高原湿地原始丛林 在人类的生存经验里 广袤深厚的大地 才是生存最可靠的根基 亘古吉吉 静目无声 岁月不老 山川永恒 周而复始的生长与轮回 注定了人与自然相依相生 生气相感 血脉相通 天山世界七大山西之一 横管中国新疆中部 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 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天山 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山西 在地质历史上 天山地草形成于震旦季晚期 2013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奥特海是新疆巴音锅棱 蒙古自治州的蒙古族歌手 他和舞蹈演员祖鲁曼 都出生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牧场 对草原的眷恋 对自然的倾诉 都是来自于心灵深处最纯的情感 2015年的夏季 奥特海和祖鲁曼相约 去草原探亲访友 巴音布鲁克大草原 位于天山山路 图那一家的夏季牧场 就在草原深处 这里是奥特海和祖鲁曼 魂牵梦绕的地方 图那的妻子欧图根和弟妹忙碌着做饭 图那的妻子欧图根和弟妹忙碌着做饭 用最优质的羊肉盛请招待远方的亲友 这是蒙古族人发自内心的代客之道 奥特海和祖鲁曼 都是从天山牧场走出去的都市人 这次回来 除了探亲之外 他们还想目睹野生雪莲的神韵 现在正是采挖野生雪莲的最好季节 这一天 图那的儿子田木尔巴图 拿来 特尔巴伊尔跟着叔叔准备骑马进山寻找野生雪莲 中国是世界上草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风吹草低 牛羊肥壮 草原不但是游牧人家的美丽家园 更蕴藏着多种药用植物 成为人们苦苦寻觅的宝贵财富 进山的路程虽然不远 但路途艰难 田木尔巴图三兄弟和叔叔 起码走了四个多小时 终于来到了天山脚下 茫茫天山 绵延数千公里 横根在这里的 是天山山脉的中部 浩渺空间 舒展出绿色大地和褐色山体交融的石片 田木尔巴图三兄弟和叔叔 甚至寻找天山雪莲 不但需要长途跋涉的体力 还得掌握辨认方向的技能 运气不好 即使奔劳一天也会毫无所获 自然 不会亏大有准备的人 在这面山坡上 他们找到了传说中的雪莲花 雪莲花分布在新疆天山 青藏高原等地 天山雪莲 生长于天山山脉 海拔四千米左右的高山草坡 悬崖陡壁至上 冰字盐凤之中 它是新疆特有的珍奇名贵中草药 天山雪莲是唯一列入中国植物红皮树的雪莲植物 雪莲从发芽到开花 需要经历五年 雪莲花含有蛋白质 氨基酸 黄铜类化合物 生物碱等 具有通经活血 散寒除湿 止血消肿 排体内毒素等功效 本草纲目十一记载 雪莲性大热 能补经异阳 马背上的民族勤劳勇敢 粗广豪放 铁木尔巴图三兄弟和叔叔 找到稀有的雪莲花之后 向着家的方向扬边策马 他们是草原的儿子 是马背上的剑儿 在无垠的高山草坡上 矫健的马皮 朴实的木衣 像一幅画 流动着草原文化的衣服 秘境神草 稍后继续 秘境神草 马上播出 在铁木尔巴图家守护多时的奥特海和祖鲁曼 终于得罪心愿 亲手触碰到雪莲花 这不仅是有情的馈赠 更是深入骨髓的初心念想 第二天 奥特海和祖鲁曼决定跟着达莱和特尔巴耶尔两兄弟去放牧 重新感受 久违的生活 另一个墙壁 墙壁 墙壁 不得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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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似穷儒 笼罩四野 奥特海和祖鲁曼这对出走都市的草原姐妹 寻找的不仅仅是一朵雪莲花 而是融入马背民族的基因血脉 主水草而居 以高山而生 念也不忘 必有回响 农历七月底 岳北老为尊的银杏树刮满果实 采摘百果的季节到来了 村民也有寒 准备上树 采摘百果 二三十米高的银杏树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徒手攀爬 小叶驾轻救赎 出处可及之处 果实随手剥落 处属可及之处 果实随手剥落 远在枝头树梢 则用竹竿打掉 今年的收成不错 银杏生长二十年后开始结果 矗立四十年后才会丰收 公种孙收 又名公孙树 老围村的银杏代代相传 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准确年龄 银杏摘下后搓掉果皮 再用河水反复冲洗油搓 直至洁白的果盒白果露出 摊开两肝 妥善筑藏 未来一年的餐桌美味便有了着落 农历十月 西北气风掠过山头 老围村的银杏叶子一夜之间黄了 叶佑涵和爷爷叶阳光要近山捕猎 白果必须汇同野味才能迸发出最鲜美的味道 它们在芦苇荡里找到一处野兔窝 爺爺下好夹子 不好幼儿 两人在芦苇丛中静待猎物上钩 捕猎考验耐心 猎物终于靠近 等待换来收获 将野兔肉与白果 一起用文火焖煮 滋补美味 香气扑鼻 本草纲目记载 白果原生江南 叶寺鸭长 一鸣鸭角 白果熟食 温费益气 定可喘 缩小便 纸白灼 生食降弹 消毒杀虫 现代医药学认为 白果对于心脑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具有疗效 并有抗菌消炎 抗衰老的功效 白果虽好 但有小毒 不可多食 尤其寄生吃 药食同源的白果 沉淀自然的流变 起源于第四季冰川时代 历经三百万年的岁月磨砺 银杏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 银杏不仅长寿 更有种种神奇 银杏从不受病虫之害 也不被气温困扰 剩下树干依然温凉 龙冬树身 不觉冰冷 银杏死雄相依 夜成善行 像蝴蝶斩翅 更死心心相连 银杏不但是 呵护健康的良药 更成为美好爱情的 精神寄托 叶佑涵常年在深圳打工 少回家乡 今年妻子怀孕回家待产 夜有寒也重返故里 记忆里的家乡曾是那么唯美 小时候比较调皮一点 像这种树也会爬上去 还有就打那种松鼠 这个过程是非常乐趣的 回来的时候 这个地上的银杏树叶 有整整差不多十公分厚 那么踩在地上这种感觉 真的是有说说想的 非常美的 都市狂飙突进的繁华 催促着乡村年华老去 老魏村如今门庭冷落 只剩老人与孩子孤独留守 目睹故乡的凋敝 小叶决定回乡创业 祖辈种下的银杏树 是他荣耀乡里 重新开始的依靠 小叶找来了朋友黄世芳 一起学习祖传银杏面的制作方法 叶妈妈开始和面 她要做的是银杏面 将白果煮熟去壳 抽出苦心 剥去肋皮 捣碎揉入面中 质朴的面粉混杂银杏的清香 高汤中洒入几粒银杏 更增风味 一碗银杏面 再做一碟银杏酱 爽滑浓香 这是老维村绵延百年的味道传承 既是过去的记忆 更是未来的期许 昔日农家的果腹之物 在新一代手里 变成了游客追捧的养生佳品 五百年间成郎改 空柳鸭角般穷花 银杏无声 注视着乡村的盛衰轮回 本草有情 寄托着故土的深沉牵挂 在远古物种面前 人类的荣辱短暂的 犹如一声叹息 龙门山 古称茶坪山 是一座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 天下名山 长约五百公里的龙门山断裂带 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与四川盆地相交 是中国西南部的一个逆冲断层 历史上它并不安分 是地震多发去 休西村 是地处龙门山断裂带西坡的古寨 每逢重要节日或者丰收季节 枪族人都会聚在一起 吹奏枪笛 口弦 敲起羊皮骨 特色的古枪文化 和优美的自然风光 在表演者如痴如醉的境界里 相得异常 鱼日宝 今年六十多了 退休以前 它是松攀林场的一名护林员 儿子儿媳都出外打工 只有老伴 孙子和他常年在家 今秋十月 应季而生的野生药材成熟了 老伴近日身体不适 鱼日宝要去山上挖药材 给老伴治病 如果收获丰富 还可以卖钱补贴家用 因为山高路险 老鱼叫上表弟王复民 侄子王刚 结伴而行 从人烟旺盛的村寨 到野生药材生长的高山 要走很远的路 攀爬崎岖山路 穿越茂密山林 这是一趟 既费时间 用好体力的旅程 山路难行 而鱼日宝早已习惯 因为只有爬到海拔 三千八百米左右的 向阳山坡 才能找到野生药材的踪影 到达大山深处的向阳坡面 叔侄三人分头寻找 各把各的 常年奔老于山间 他们不缺经验 仅凭借叶子的形状 就能辨认出 是不是枪活 近几年 挖枪活的人越来越多 野生枪活的数量逐年下降 能挖到的人越来越少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 王复民拿出 飞上山来的酒和肉 席地而坐 迎风而食 这是采药人 自得其乐的生活 采药人的生命 早已和大山联系在一起 虽然路途遥远 过程艰险 采药人却总是能在路上 释放心灵的满足 即使寻得一层不知名的野果 他们也可以爱不释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 叔侄三人 终于发现了 树林里的一片铅火 枪火生长于海拔 2000至4000米的林源 及灌丛内 主要分布于中国的陕西 四川 甘肃 青海 西藏等地 这种药材 用于外感风寒 头痛无汗 上肢风湿疼痛等症状 能瓦到根部 特别粗壮的枪火 就是碰到了好运气 依他们的话来说 这个叫招干 枪火 根及根精入药 本草纲目记载 枪后独火 皆能竹风圣尸 透观力竭 但气有刚烈 不同耳 由于枪火气味浓烈 用量过多 抑制呕吐 临床上用于风寒表症 风湿必痛时 须遵医嘱掌握适当剂量 叔侄三人忙活了半天 都有不少的收获 满满一袋枪火 按金两算 能卖出上千块钱 这对山里人家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回到家后 余日宝就赶紧用新鲜枪火 给老婆煎熬药汤 枪火退烧和抵御风寒的功效不错 将水煮开 然后泡上一寸长的枪火根 看似简单 但用量斟酌 暗寸即凉 这是祖辈传承的秘诀 休息村以采药文明 无论是年轻的村民 还是老到的长辈 都能到深山老林里 寻到野生草药 前来收购药材的商人 络绎不绝 余日宝挖到的枪火 终于换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老鱼脸上洋溢着朴素的笑意 这是用勤劳换回的财富 来自大山 无愧于心 宝贡富 Positive courtesy 宝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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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位 宝贡富 云贡富 带来AL 宝贡富 坦富 尖峰陵 离族兄弟阿珊和老父亲住在山脚 守护着这片可以媲美亚马逊的热带雨林 阿珊正在处理一块木料 他用特制的弯形勾刀 小心踢去白色木料 留下深红色的木料 小小的木料究竟有何用处 三哥 老板你好 阿叔 在炒烟呢 三哥 你好 我这次进山 我想你带一些人跟我到山里面去采采香 然后顺便考察一下酱真香的植物环境 你看可不可以 冯规口中的酱真香 就是阿珊手中的木料 其实这是一种藤类植物 当地离族人称为总管藤 用来当作祭祀法器 还被制成外伤止血药 本草纲目记载 酱真香心温无毒 瞄折伤筋疮 直血定痛 消肿生机 身为海南酱真香的研究者 冯规多次进山考察 这一次 有阿珊和几位离族兄弟姐妹带路 冯规再次进山 主角 承知 我们现在这里 把照片做出 这道菜 舀 我们先来 帮助 赶紧 我们现在要来 我们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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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乡门了 总管藤又名吉沟藤 酱蒸香是吉沟藤受外力损伤后 在伤口分泌油脂沉寂而成 因其含有多种化合物 气味芳香且多变 香一部分不但是上好的金疮药 更是一种难得的香料 中国古人对酱蒸香极为推崇 位于猪香之首 仙传记载 半河猪香烧烟直上 感饮鹤酱 酱蒸之名 以此 这个倒价料 我看一下 有割了 里面有冬在里面做窝 吉沟藤生于繁茂的雨林 山水雷电 虫摇乙柱 真菌侵蚀 都可能对藤体造成损伤 自然的美丽 时间的大磨 使得吉沟藤 对每一种外界损伤 都反不出不同香型的香料 花香富裕 蜜香芬芳 蓝色清幽 果香甜蜜 如果以人类的品德来比拟 酱蒸香实在是以德宝愿 山中君子 酱蒸香 我一句话概括 用一世之忧伤 换一世之感悟 成百上千年的成香 瞬间焚烧 感受这种美妙的味道 可以说它焚烧的自己 成全着我们 一出吉沟藤 要经过五十年以上 才会结香 而一块好香的行程 往往要经历数百年 由于吉沟藤结香不易 山民们都不愿 砍伐活体吉沟藤来采香 他们宁愿去捡食岛架和土埋的藤体 自然神奇造化 恩此本草其真 在这天南海岛 山民们沐浴自然恩责 万事绵延 菜下的藤体 要去掉白木方为香体 将香体泡入酒中 增色提香 宝剑解酒 香对小酌 是父子之间的乐事 将香体焚烧 更有驱走蚊虫的奇效 山脚池边 芳香四溢 宛若世外桃源 智慧的黎族山民 很早就发现了 总管堂的庙处 他们将香体煮水 代茶而饮 清甜宝剑 酱真香的深红色 用来染布 制成色彩古朴 技法繁复的梨井 藤的韧性 也被巧妙利用 将藤体加热 制成各种配饰 随身佩戴 古意盎然 芳香护体 中华香文化 渊远甚早 香之为用 从上古意 自然本草的生存意外 成就世道人间的精神升华 清神力气 除臭避障 屈病醒脑 芳飞之气 成就君子之道 万物有情 皆可状 本草 早已成为人与自然的沟通桥梁 互动密码 地处青藏高原 东部边缘的横断山脉地区 是地形最复杂 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 穿越这里的茶马古道 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护士 星于唐颂 胜于明清 它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 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茶瓦龙 位于西藏茶余县东南部 是茶马古道必经的一个古异道 群山怀抱的茶瓦龙 平均海拔两千八百米左右 地势北高南低 属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 家措 藏族 家住在茶瓦龙乡 一个偏僻的山村 家里的十几亩山坡旱地 主要以种植冬小麦 青蚌和玉米为主 这天清晨 家措的妻子扎兮旺增 忙着做早餐 酥油茶是藏族人家 每日必备的饮品 藏医学认为 在高寒缺氧环境下 多喝酥油茶能增强体质 这种滋润肠胃和品温中的高原之茶 是高原地区郁寒的最好选择 家措和妻子吃完早餐 准备好工具 他俩要去山里采摘本草植物 在藏羽里 茶瓦龙亦为炎热的峡谷 这里生态资源丰富 大山深处的原始森林 主要生长着松树 山树和高山栗等树种 而野生的草药 更是多达数十种 家措和妻子来到一面山坡 这里满山遍野 长满了仙人掌 而他俩要采摘的 就是这些野生仙人掌的果实和枝丫 茶瓦龙地区喜马拉雅山南极 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 四季温和 降水充沛 日照充足 无霜齐场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炎热的气候条件 非常适合野生仙人掌的生长 仙人掌为丛生肉质灌木 这种耐干寒极薄的植物品种 有很多种 茶瓦龙这片山坡上的仙人掌 属梨果仙人掌 其处干苍净古朴 绿色的肉质茎上 开花的时候 枝头坠满了野趣和诗意 仙人掌的果实 只有熟了才能采摘 家措和妻子走过每一片仙人掌树林 果子没成熟的时候 他们就砍去仙人掌之鸭 仙人掌味淡性寒 清代赵玄敏的《本草纲目十一》记载 仙人掌清热解毒 消肿止痛 润肠止血 健脾止泻 安神利尿 可内服外用治疗多种疾病 仙人掌果实的表面 覆盖着稻钩状刺 不仅难以采拆 吃起来也不方便 家措用当地传统的方法 用仙人掌周边生长的野草一处 就能清除果上的小刺 中药大词典记载 仙人掌果具有 行气活血 驱失退热 生机等作用 几千年前 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 就将其作为食物和药物使用 在山里忙活了半天 偏近黄昏的时候 家措和妻子开始撤离 查瓦龙乡 东南部与云南省德青贡山县相邻 这里山高路线 是云南进入西藏最难走的一条路 第二天 家措和儿子伽玛刺人 将采摘回来的果实洗干净 多次的仙人掌果 果肉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蛋白质 氨基酸 维生素 多糖类 黄酮类和果胶等 除了果实留着自己吃之外 家措一家 还将仙人掌枝压晒干 等积累了一定的金粮 他就可以拿去卖了 仙人掌生长期漫长 这种只适合干热地带生长的药用植物 如果利用价值被深入开发 其回赠给人们的情意自然不薄 秘境神草 稍后继续 秘境神草 马上播出 大地是万物之母 大地所欲 终归自然 神农长白草 向着繁城百姓疾苦 时针脱笔墨 倘过万代不息的身影 山间采药人 聆听大地 原野和万物背后的沉默之声 秘境神草 天人合一的原初记忆 人与自然 深情永恒的相濡以沫 人与自然 一路风雨啊 一草一木亲切相依 日出多么生结 照耀着心底的足迹 这世界繁华繁华 不如穿越生命中的自己 我最爱的你啊 盛开着呼吸 路途遥远 却充满期待和勇气 我最爱的身后 澎湃而不息 天空高原 跳动着大地的气息 蜻蜓是美丽 把心灯开吧 跟随它把山奢水穷迷 一路风雨啊 一草一木情节相依 我最爱的你啊 盛开着呼吸 路途遥复远 却充满期待和勇气 我最爱的生活 红白而无息 天空高原 跳动着大地的气息 我最爱的你啊 盛开着呼吸 路途遥远 却充满期待和勇气 抗美的心 时光的记忆 岁月飞逝 蜻蜓是美丽